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2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 来看看最新消息 铺宗信集团董事长将会有重大人事调动 这里讲的是人事任命 知情人透露中国计划任命宗信集团 董事长朱克欣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那就说明李强上了以后经济玩不明白 对不对 你看李强和习近平握手 终于当了总理的时候 高兴那个样子 好像是给他这个位置就能干得风生水起 特别是三年封控 解封以后经济会暴动反弹 没那事 经济是实在在的 你要没有经验 到国务院系统 两眼一抹黑 你去领导谁 根本干不了 所以很吃力 上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把这个经济搞得是一塌糊涂 当然了 原因也不在李强 就在习近平 他没什么能力 这个人破坏一个世界 花钱 忘理说 实际地恢复 明知明高可以 创造财富 那可不是一般的 像一个家庭 你抓花天容易 赚钱难 是不是 赚钱是很辛苦的 一个国家更是这样 所以他现在没招了 就要准备纵用新人 去寻找谁能把经济搞上去 路透社报道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朱赫 说朱赫 不是叫朱赫行 朱赫 准备要当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一位外汇先 大家都知道 股市再次会死一塌糊涂 说朱赫除了将新任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职 同时还接掌 中央央行副总裁 这项任命将在本周内宣布 他为什么选择一个中性集团 那就是国企大老板 是吧 有经验 国企中性不容易人吗 是吧 就挺有意思的 彭博社报道 1968年出生 这个朱赫 毕业在上海 财经大学 55岁 年纪还不错 正是盛年 男子在这个时候是经历充沛 经历充沛 经历丰富 诸贺新的职业生涯 大部分时间在商业银行工作 他到底是叫诸贺新还是诸贺 怎么这里诸贺新的职业生涯 这边怎么是诸贺新出众 他叫诸贺新 但是第二号又变成诸贺除了新任 就看见这个作者写着文章写的也是前后不贤解 应该叫诸贺新 我估计 说这个人的经历 他是大部分在实践的商业银行工作 应该讲是有经验 曾任交通银行副行长 中国银行执行董事长 四川省副省长 18年到20年 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2020年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目前是20届中央候补委员 给大家看一看 就这个人 现在到底他能不能干上去 干的怎么样 再看将来的情况了 这些事不能事先下结论 本人认为 就是李强可能着急了 习近平可能就把有些权利下放了 你不下放也不行 因为以前习近平用的都是马屁银 马屁银工作干不好的着急 我们来看另一篇文章 这是李强自我阉割 我们大家知道 男的只要以善了就把 阉割就把 就太监 不仅仅是一个性器官 更重要是一个男性 所有特征都来自于此 对不对 你包括你的声音 你的性格 你的感情 这些东西复杂了 不仅仅是一个小东西 所以太监 你还以善掉了以后 太监在宫廷里边 讲话连嗓都是公鸭嗓 可烦人了 目目唧唧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 那么这里海外媒体万维网 有篇文章 是老外写的 A民综合报道 11月20号 中国官媒新华社 首次披露了 就是李强当了什么 金融委员会主任 而办公室主任是何立峰 上一场讲到了 这等于习近平 还是纵用李强 他不管怎么是他的秘书 习近平想 我是大领导 你们虽不能颠覆我 你们就像大臣一样 这个 围着我到处算 这当然大臣都需要阉格了 就这个意思 说11月上旬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及央行金融委员会书记 这个职务亮相了 说中央金融委员会在今年3月16号出现 是中共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目的是什么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领导 如果是党的领导人像胡耀报呢 那怎么还可以 赵紫阳懂啊 习近平不行 越他管也完蛋啊 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 统筹协调 督促落实 说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是党中央的派出机构 同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何数办公 任务就是统一领导金融系统 就什么都是党管 党管就习近平管 照他管就完蛋了啊 说中央金融委员会成立在98年 那江泽民的时代 2003年撤销了 23年重新建立 说李强自我阉割 实权 或由什么呢 何立峰架空了 这是德国资深报道的 说此前何立峰接替刘鹤 担任重要裁判主任 就刘鹤本身就没啥本事啊 是一个习近平的马仔 两个人在学校一起踢足球 好兄弟 给他踢个仗 让他打中文贸易战 整个一塌糊涂 英文呢 也是 也就是我这个英文 半调英文 根本不行 是吧 不自量 立下下跟川普秀秀 这个英文 数字都讲错了 唯一听完了 你不如是鼻子嘴 就这样翻一翻 是吧 带着翻译这种身份 你会议也要 让这个翻译 来来给你翻 对吧 这就是一个礼节 有些人他为了穷险的 像薄熙来就是 据说上海美国也是 马上这个洋抢洋调的 拿抢拿调自己秀 那么一两句英文 其实他英文很一般 我听过 因为大连搞的服装节 开会的时候 他为了忽悠别人 他都在办公室里背 因为我到他办公室去过 老远他在走廊 演讲之前 他就背一段 上去后脱稿 做的好像是英语 卡卡 实际很一般 比我好不了多少 因为这个东西 你没有语言 环境就白扯 你看这里 包括这里有一些 过去国内的 硕士博士来了 你听他讲的英文 动用就是笔靠子 这套 就是廉词 你看这里小孩 突生突长 那中间没有廉词 像蹦斗一样 往来喷射 是吧 非常柔和 就像咱们讲中文 那时候就很生动 是吧 你像我老江 你说讲东北这个话 说心里话 不是在吹牛 绝对讲着生动 是吧 因为咱那个圈子里混 这个语言 这个东西 可真是一个 可以这样讲 是非常复杂的 对吧 有的时候 你任何语言 都不如这个 放言讲的 形象生动 比如说形容这个傻 傻了八几 东北多形象 是吧 那当然了 粤语听不懂 有很多这个粤语的 观众说老江 你讲这个 咱们听不太懂 因为你东北 确实那么一半块了 我要讲的什么 这个 这个刘鹤呀 这个也是辜负了 西民对他的希望 说习近平认为他去了以后 能把这个川普整的明明白白的 没整明白 他其实当时应该汇报大哥 咱们判断错了 川普不是为了恶之中 他身边有鹰派和鸽派 他是企业家 他在讲究利益 他一看咱们 贸易顺差太大了 他觉得自己不合算 他想 云火云火 就这么简单 当时多没在东西完事了 这个要是说西里话 叫老江策划 你听我呢 我保证给你整个历子说 就川普红的 论历子说 结果怎么样 反制 打成了贸易战 一路千丈 就是刘鹤不行 源源不及汪洋的水晶 还是汪洋厉害 所以习近平不认好赖人 就是不知好赖 整完大了 给中国整完了 这篇文章讲 路透社指出 中国新的经济撒王何立峰 就成为习近平的重要助手 说是何立峰成为 中共财经界的新霸主 与此同时外界的猜测 何立峰位高权重 似否意味着 属于习近平浙江帮的 国员总理的李克强 就李强被亮到一边了 发光讲说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指出 李强基本上 实权被何立峰架过 确实这样 李强不行 那么中央金融委的 实际决策重心 是在习近平 何立峰作为办公室的主任 具体事情是由他直接操作 但习近平对手都不放心了 想让他和李强两互相牵制 谁对我不要构成威胁 也威胁 你们到我这告状最好 都来拍门 大哥 何立峰不是个东西 怎么样怎么样 小李强直蹦 过一会儿 何立峰又来了 踩我们大哥 小李强实在是目中无人 就打起来 习近平 别闹 各打 五十大半 都是铁哥们 手蜆手背都是右 习近平现在很难 但习近平心想 你们斗吧 斗完找我裁决 我是老大 你们就不能颠覆我 我让你们俩团结起来 对付我 我傻呀 习近平想的就是权利 这也对 这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文章讲 何立峰作为办公室主任 具体事情 由他直接操作 他可能不听国务院总理 李强的 直接对习近平负责 那肯定是了 他心想 你算什么 你从上海 一下过来 国务院随可随 你都不认识 不像不是哥们 最起码第一 跟李克强混了一届 第二 对国务院系统脸书 对不对 还有第三 第三在这个 这个厦门的时候 哥们就是 这个 业务官员 对不对 而且大学生 是厦门大学 你是啥 你是农级中学 中学毕业人 科技中专毕业 懂啥 是吧 肯定瞧不起 你不就是跟着习近平 这个 当小秘书 拧个包 给习近平 这个 搞出女人生孩 这个事 协调挺好 是吧 给人那个先生 安抚挺好 这个事立功了 这和立法肯定是 心里没给他 没给他好脸 是吧 人就是这样 越俗 越互相 瞧不起 是不是 你就包括 大联日报 一个熟悉我的人 我不生气 这很实在 我都可以讲讲 就姓隋 叫小隋子 他到这个 黑龙江省 就是一个 叫忽兰县 他不过 萧红基地馆去参观吗 就在我那 没出事之前 他90年代后期 他去旅游 到萧红基地馆看 一看 墙上还介绍 香港文化要记者的 江源 曾经给我们 发了重力 重要报道 因为那个 那个馆长叫孙燕林 给我冠写科铁了 我们给他报道过 他觉得挺高兴的 当时他就在那个墙上 就是那个告示当中 有一大段话 就讲 萧红纪念馆影响全世界 香港文汇报记者 江源平 给咱们发过专版 怎么样怎么样 就吹嘘 小隋一看 妈的 江源平成个人物 一位小学生 大列日报 这个群工部的 我是文艺部 那时候咱们俩公事过 关系出的也不错 咱俩在大学 是同届的 不是一个班 我这一班 他是三班 小学也挺有意思 有次见我 江源平 你他妈也成个人物了 萧红今天 我还介绍你 你算个啥玩儿 我估计肯定回到报社讲 你看江源平 你说江源平 算个啥玩儿 在大列日报 谁大列他 就文艺部 小编辑 群众关系也出不好 因为我那时候性格 比较内向 因为咱家里 就那个环境 爸爸 一条皮爸爸 就揍揍的 我就是低着头走路 就是不敢惹事 就是大列日报 也是很缺乏沟通 现在想 不应该那样 因为大学生 应该开朗点 但是那时候 家里妈妈也有病 你想要怎么骂吗 就是死得很惨 就是那个心里 有些创伤 始终快乐不起来 就那个年代 完了 小谁就说 江源平算啥玩儿 还登上那个 护兰县 那个告示了 后来我是 06年 我从监狱释放 07年 我和那个 陆宇顺管理好 去陆宇顺 那个人正不错 画家陆宇顺 现在是中国国家 画业院长 我天 完了 他就邀请我 到他那个酒店 有个酒店是他的 霸王通城大酒店 当时他小姨在那 当老板 就叫我去住在那 挺长一段时间 管吃馆和管住 在里边住一段时间 完了我就想 哎 这个 萧红金年馆 给不给我这个名字 拿上来 有一天我就 大个出租 我就站着去看一看 一看 哎呀 心里凉了 这真是 时过境前往事如业 孙彦林也调走了 往墙上告示当中 把我那段删去了 我估计我出世成反革命以后 萧红金年馆 把我的成绩也磨砂了 我那卫纳馆 没少帮忙 帮他招商引资啊 他们这个 海全世界有赞助的 萧红金年馆 但是我什么好东西呢 就是去喝这 孙彦林俩喝点酒 醉醉牛皮 那个孙 孙館长的人真好 每次去都说 老江别走 萨戈尔今天 算过点 我给你先打个样 喝酒 大缸倒完了 啪喝完了 萧红金年馆 有意思 我一看墙上没有我词了 我心想 这时候如果墙上还写的 相关要不要记着 乔与平 我那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 现在我真是囚徒了 只有卢云斯对我 依然是铁哥们 一口有大哥 在那有吃有喝 有玩有乐的 现在想起 这是令人怀念 那兄弟为人好 太好了 你不论是在位或不在位 帮命帮助的 我从那里帮助 我都没写过 跟人家吹空 我都很可惜 因为我不懂美术 我不敢写 他的东西 就是他的美术创作太高深了 我看不明白 但是现在想 我这一生傻傻的 我连陆宇森的作品 我都没有 我也不好意思喝的药 我买吧 我也买不起 是吧 但他那画的好 你看他那个八皇通神大酒店 那么年轻 他有博物馆 有自己的作品 美术馆 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小卢这个真厉害 你看长得挺矮的 那个人目光如炬 心胸宽阔 愿意帮助别人 他不像有的人 一看你什么 可以利用他帮的 他不是 利不利用 他都帮助他 帮助所有的人 那个人很适合当文化部部长 我为什么 习近平不用他当文化部长 用那个朱和平 不是朱和平 那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 胡和平在算啥玩 胡和平懂什么 文学艺术 卢宇顺最适应当 中国文化部部长 非常可惜 就是没有什么 威才视觉 习近平这个人 不重用人才 就是重用马屁 就是拍马屁的 是吧 这辰远了 我给你们讲 这何立峰 何立峰呢 作为办公室主任 具体事务他操作 他可能不听李强的 直接对习近平负责 习近平搞党政合议 党管经济 所以把国务院 很多权力都拿过去了 说这样呢 国务院系统在一定程度上 被虚化了功能 国务院系统李强 自我爱华 自我阉割 变成了党中央的一个执行机构 这个李强听了蹦高跳 是吧 我看那个讲 我这小朋友 现在很推崇李强 因为他俩以前就是 据说 就是好朋友 是吧 你看李强那个穿 那个夹克 他都有一件 李强那个北 和谁那个北 国务院他都有啊 说这个 这个蒋满正的小朋友 这个人讲义气 也是李强这些举动 给他感动了 你家这 这种小孩最好拿下 一感动就完了 是吧 王赫认为啊 说李强和何立峰之间 属于上下级关系 从行政级别 行政规矩来讲 何立峰是李强的下属 但是他们关系 比较微妙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何立峰有很大的强势 大权都拦的可能性 习近平你说错了 习近平就是这样 就像上一场我讲的 叫宋套 故意和这个姓仇 姓仇的人提不上 让他们赶账 这也是一样 习近平就想通过这些人 互相制衡 房子里面 有一个人做大 说独立食品人士 蔡升坤 在推特上 讲啊 他说习近平让李强 兼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算是对李强的信任和授权 在中国 懂不懂金融不重要 重要是懂政治 重要是忠诚 西家军 店小二 说李强显然是懂政治的高手 从去年上海 封城 就足以说明 李强对习世政治的理解 非常深刻 说绝对的服从 是延续政治生活的位移出路 说今年上任一时 李强公开表态啊 说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 必须切齿鲜明讲政治 之前的历任总理 没有谁说过这种话 表过这种态 那李克强不可能这样讲 李克强多的时候 有点殊胜器 不屈服 是吧 说这是李强的发明创造 改变了国务院的性质 国务院现在完蛋了 没有什么权了 蔡升坤认为啊 中国当下最大的政治 就是所谓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绝境意义 做到两个维护 说的再白点 就是一切听习的指挥 问题是越听他越干啥 是吧 所以蔡升坤在天文中说呢 按照习近平 按照习近平是总书记 李强是总理 各司弃职 而现在呢 李强给国务院重新定位了 使得国务院沦为西的办事机构 升了生产调度办公室了 是吧 说总理的位置大大弱化 按照西的思路 中共的总理就应该跟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总理一样 首先必须忠诚于普京 绝对服从老普 同样呢 老普也可以随意是任命总理 撤换总理 确实是这样 习近平不需要 你单独成一个体系 上个月 蔡升坤也在社交媒体上讲 李强废了国务院 说为了赢得习的信任 李强把维护习的政治权威 当作首要任务 你看 李强一出来开会 就是习主席 习近平怎么怎么怎么 先捧一捧 其实都是这样 丁学祥也是 韩正也是 这些人 早在今年4月13日 李强主持召开上任后 第一次国务院常会 就在回让高调吹捧习近平 你看 有一个微胡说房这么一个网民 他评论 说这哪是信任李强 让总理背锅 就是将来经济搞不好 要找李强试问 在背锅下 说8月初碧桂园面临的违约风险 在本次房地产危机中 首先促销的恒大集团 则在8月17号上美国法院申请破产 恒大负债3300亿美金 其在21年底发生违约 导致各地出现大批为完工的烂尾楼 华尔街日报分析讲 恒大债务重组隔险表明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危机 人有可能恶化 说国际货币金组织11月 对中国金融和房地产风险发出警告 呼吁中国允许遭受重创 没有可能改善经营情况的开发战 将退出房地产行业 说中原央行副行长张庆松 11月上旬 在香港举办的金融会上承认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陷入了困境了 不过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 说中共准备抢救碧桂园 等其他房地产企业 给他是叫白牌 是吧 就是决定继续租资 那可能就把恒大扔出去了 因为恒大可能是不是 涉及到汪洋和胡春华了 那就把这个汪洋和胡春华 干到监狱里去 恒大变成一个牺牲品 气大了碧桂园 这些哥们还要跑 说不定李强出来说起来 李强这么讲吧 你不能说他在国际系统一点全没有 为什么他和习近平能讲两话 他知道怎么哄习近平 是吧 整点茅台 30年沉着 把习近平喝好了 喝酒的时候 给习近平找几个漂亮的女护士 和女医生陪着 习近平一高兴 趁着高兴的时候 李强前进一步 大哥 今天晚上来有点造点的事 我得找你帮忙 说什么事 想房地产再不能这样搞了 恒大已经出事了 是咱们的经济的火车头 如果碧桂园再垮就完蛋了 习近平咋回事 为什么碧桂园那么重要 碧桂园的房子都是二线三线 这个唐大都是一线 也就是高端的 下边都是老百姓的 得罪那些高端的不要紧 因为他们人少 人少 咱们抓 然后把钱抢了 二三线那些小老板 那些老百姓 他哪有钱可傻 可强啊 你抓他也没用 要命有一条 要钱一个字没有 就那么一个房子 将来又闹事 好 这样就有怎么就 银行给他贷款不就完了 行 你定吗 哗 这也好办 是吧 叫九中一段政策方宽 筷子一横 什么都行 观察着不就这套东西吧 是吧 这是我给你们开玩笑 说这个国际忽必经营组织 11月 对中国金融和房地产风险 发出警告了 呼吁中国允许遭受重创 没有可能改善情况的开发商 退出房地产行业 中国央行方向长 叫张庆松 11月份 在香港举行的金融会议上承认 中国房地产行业卸入困境了 中国要是房地产垮就完蛋了 共产党不可能让房地产倒掉 因为它是火车头 指定是什么 打击一批 再扶植一批 冷几年 热几年 一定是这样 我经历了好几轮 所以我的房地产老板很聪明 说 大哥我不怕 你别看我搞房地产要慌了 我绝对有信心 永远就搞房地产 我估计是 这个哥们我就不讲是谁了 是吧 我知你知 说这篇文章讲了 他说由于金融机构资本 缓冲减少了 资本质量风险上升了 金融稳定风险高 而且能在上升了 说美国彭博社周一引述 知情人透露 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起草一份 房地产商的白名单 你看 我刚讲到白名单了 我说你看 万维网另一篇文章 是美国私人的重爆 中国房地产政策发生大逆转 就讲这个事 过时给你们介绍介绍 10月22号 中国监管机构准备推出一项救助房地产市场重大角色 将50家大型房企列入白名单 要求银行为这些房企提供贷款 碧桂园 远洋 续婚等问题 企业都在这个名单当中 你看 这老板一听又乐了 原本准备移民海外 说也不走了 银行一给钱输血就完事了 中国的企业都是这样 要想好就是征服银行输血 也没钱了 到银行去贷 是吧 贷完就花 马上多请几个女秘书 然后车换保时捷 都是这一套 我太了解他们了 你看这边文章讲 他说 其中包括50间国有及民营开发商 引导金融机构 以银行贷款 债务和股权融资等形式提供支持 台湾东吴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信松认为 白名单援助 50家房企等一把 问题丢给了银行 银行因透明度不高 风险正在增加中 周末就是这样 只要银行已旧 又缓回来了 又开始忽悠了十年二十年 陈松新告诉自由微占电台 习近平上任以来 兼任多个领导教组组长 也许他曾考虑自己担任 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此举或许是有人提名 李强担任委员会主任教合体制 如果副总理 如果副总理组长一切 总理会被士兵权也没道理 总理被士兵权也没道理 他的意思还叫李强来负责 如果说是习近平自己干的活 当然大家都没话说 只是会猜测李强是不是局外人 说当前金融环境非常险峻 让李强出了事 说李强来负责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李强现在的权限绝对大 我估计应该讲多多少少有点道理 这篇文章最后的这一段指出 就谈这个事情 那么他说 当前金融环境非常险峻 让李强出任 除了负责事 李强负责 如果自己做 给别人更多的理由 相反的 如果出了事 也有个好理由把李强换掉 就习近平他一直 李强是个背锅侠 干好成绩是习近平的 干不好要习近平要拿他试问 他说陈松林说 中共执政要有两个工具 一个是军队 其次是金融 不是 就两个工具就是一个是军队 一个是警察 金融他无所谓 没钱没钱抓 他就在抓 抓几个马云 王剑林 还有这些什么 这个那个 有的是 早了 实在不幸抓李嘉诚 他都敢 习近平吃了豹子胆 我跟你讲 他不在乎 说习近平不容易相信人 如果金融权力 寄中给了何立峰 中共中办公厅主任蔡鸟 掌握公监 公安体系 习近平会提防 有人能挑战他的执政基础 某种程度对共产党 也是相互制约 除了事 让李嘉诚负责外 不让何立峰掌握太大权力 谁说 谁 谁晓得 谁的后台 是在想着吗 我认为习近平就采取这个 都用我的人 但是让他们互相之间斗 然后好 你们都向我汇报 说旅美经济学家 程晓农认为 中共中央拉高 这个金融委员会的层次 层级 不再保留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 习近平本人高度重视金管 金融管控 一级当前金融问题是全部的经济问题核心的 他认为中央金融委员会有个重要功能 就是协调金融相关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 他说因为央行 几家国有大行本身都是庞大的利益圈子 加上各个方面支行的网络遍及几十万人 他们各自在经济政策执行或利益冲突方面会发生矛盾 现在用的是金融委员会上面有一个总老板 奉命于习近平直接来指挥协调 他们就比较不会互相推论 现在中共金融和其他工作一样 只要习近平扶责 没个好 但是你撼动不了他 你只要听他的 这时候就看谁会哄习近平 那就只有李强了 一李强当秘书 知道习近平一举一动 小野贵一挖哪里撬 这就要干嘛 是不是 你看习近平又想晚上喝酒了 李强保证安排弟弟说 一个电话 马上在贵州的生长是谁 毛台就送来了 你十年二十年习近平都喝 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毛台 送来 那毛台好啊 都不挂北 然后再找几个漂亮的女护士医生 就以什么给习近平捡大身体命运为名 今天晚上来一起聚餐 这一哄习近平 习近平这个酒憨而热之时 李强就趁机马上开始提出条件 是吧 管金融方面提出政策 所以何立峰干不了 这个李强我认为 好 谢谢 再见